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携手安踏,推出首支滑板纪录片 14号正式上线 都知道安踏在全球运动品牌的地位 在过去的2021年可谓是风光无良 在棉花事件后 成功签下王一博作为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可谓是一举两得 成功打开了国潮品牌的新大门 棉花事件作为耐克代言的王一博 果断解除了跟其合作 这个举动 不仅仅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家国情怀 更是一腔孤勇的底气 安踏顺势而为 作为中国本土运动类品牌 一直都在输出着中国元素推向世界 这次能够跟王一博合作 可谓是强强联合 共同将中国元素的国潮品牌 推向全球市场 跟王一博合作后 安踏就稳步推出了国籍系列产品 同时呢 王一博作为东奥文化推广使者 安踏作为合作伙伴 共同致力于体育运动文化的推广 选择王一博 是因为安踏跟他的调性匹配度最合适 王一博可谓是娱乐圈中 运动能力最强输出者 喜欢极限类运动 更是凭借自身的影响力 成功带火了滑板 摩托车 街舞等项目 作为娱乐圈中 运动能力最具代表性的C一代 他的积极向上 敢于拼搏的精神 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个是非常符合安踏的品牌格调的 这次呢 我们也同样发现 自从王一博成为安踏全球代言人后 不仅带火了安踏整体的销量 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安踏全新的活力 都说王一博在鞋圈有着财神爷的称号 凡是王一博上缴过的 都卖爆款的节奏 这次安踏鞋手王一博 更是推出了滑板鞋系列 同时录制了手支滑板类的纪录片 汇集了中国滑手参与 共同致力于体育运动 纪录片更多的是 通过视频的方式 纪录滑手们 热爱执着 追求极致的一面 更让大众看到他们在呈现技术的背后 辛苦付出的一面 这次拍摄 王一博是非常开心的 毕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边工作一边是热爱 顺带着多方都受益其中 活成了最让人羡慕的工作模式 相信纪录片上线后 我们会看到足够真实 有活力的王一博 首支纪录片正是在1月14日 晚7点跟大家见面 这也是第一次 我们更为真实地了解幕后 工作中的王一博 最近的王一博 好消息频出 更是为了回馈大众 连续性更新视频 电台 更是一次性福利满满送了过来 更是笑翻了众人 感觉像是补作业的孩子 没办法 王一博一整年盲成狗 好不容易到了年底 结果KPI没完成 所以才会敷衍式批发上线送福利 我们都是心知肚明的 再加上王一博新电影 《长空之王》正式开机 之后的他就要专心进组拍戏了 我们还是珍惜这段时间送福利的王一博吧 只想对王一博说 请你保持高冷酷盖的感觉 不要这么可爱戴搞笑了 你是爱豆 演员 不是喜剧人哦 王一博的电台 秉持一个原则就是 爱听不听 不想听就换台 发小视频的态度也是 爱看不看 不喜欢换别人吧 反正我发了 任务完成 这样的王一博 你们还会继续爱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